哈喽大家好,我是伟哥,这是一局钻石局的牌位,用的英雄依然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鲁班,对方不简单呀,看到伟哥用鲁班居然选了一个盾山,而且对方还有一个百里守约,和守约对线的时候一定要绕着走,不然对方会蹲草丛狙击的,虽然伟哥已经绕路了,结果还是被守约先打残血了,最可气的就是残血的时候, 守约居然闪现过来塔下强杀,真是气人,最麻烦的是盾山后来来支援守约了,要不是盾山的盾,看到残血的守约早就想给他一炮了,等了好久,终于等到盾山盾放下,这时小鲁弹一炮就送盾山回家了,至于守约,这次只能放过他了。 小鲁班的第二个人头是在三分钟的时候,盾山攻击,我方莫子,伟哥趁机攻击对方守约,结果一不小心就收割了盾山,而守约也好不到哪里,被孙斌收割了。 第三和第四个人头是在六分钟的时候,守约和盾山拆了下路一塔,这时和莫子一起去攻击对方,莫子先发起攻击,当鲁班出击的时候,盾山的二技能刚好用掉了,这时候小鲁班就可以一阵秃秃了,结果轻轻松松的就拿双杀了。 第五个人头是看到守约在打关羽,结果关羽反推,把守约推回来,然后击枪就解决了守约。 第六个人头拿得太轻松,小鲁班在拆下路二塔的时候,随便发一发导弹,就收割了猴子,这也是小鲁班没想到的呢。 第七个人头也是如此,一发导弹收割守约,伟哥的二技能精准帅都快赶上守约了,没过多久打击, 就被关羽推过来,一不小心又拿到了一个双杀。 这局太顺了,后期对方都没什么反抗能力,后面就轻轻松松的拿下了这局。 小伙伴,觉得伟哥的小鲁班玩得如何呢?你们觉得伟哥靠小鲁班能打上王者吗?